前几天潘伟博潘帅的生日,潘老师为人随和性格非常好,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都有很好的人员,今天作为寿星的潘伟博自然,也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祝福,其中最出彩的就是小猪罗志祥。 罗志祥与潘伟博是多年老久了,两个人之间也没有那么多讲究,在潘帅过生日的今天,罗志祥也是毫不留情地发出了潘伟博学生时代的丑照,没想到网友们纷纷发布罗志祥的丑照来升格潘伟博,一时间罗志祥的丑照满天飞。 潘伟博表示,首先谢谢猪猪,再来这件事告诉大家,恶告他人,自己会被洗底,爱您,同时附上了一张同款罗志祥丑照,而让人激动的更是无心也发布微博祝福潘伟博的生日,并亲切趁潘伟博为潘老师,潘老师生日快乐,健康快乐,自贪如愿。 潘伟博也转发表示感谢,谢老吴老师,远这个世界,都如我们所想象,何怕吗? 骄武加油,哈哈无心最近在参加新武林大会,潘伟博还特意为他加油,网友们表示这对CP太甜了,纷纷大呼在一起,潘伟博最近不仅在忙着制作自己的新专辑,更是参加了中国新说唱的录制,草在中国有嘻哈中就作为导师的他。 这次在新节目中,再次作为导师更加的游刃有余,而几位导师在台上不论是互动还是互动,都成为这档节目的一大看点,几位更是一起录制了两档节目,在音乐上也会有许多共同语言,应该是成为好朋友。